昨晚面对恶狼奇马耶夫一直以来的挑衅与咄咄逼人 李锦亮终于爆发 在称重仪式上双方火药味十足 李锦亮更是气场逼人 明显压过了奇马耶夫一头 也是本场称重仪式的全场焦点 在这场赛前的较量中李锦亮先下一城 看看这火药味十足的对视环节 希望明天李锦亮能够终结对手 李锦亮加油中国力量加油 实际上在真正的称重中 奇马耶夫就已经显得有些狼狈了 李锦亮的称重非常顺利直接过棒 但奇马耶夫却首次称重超重 二次称重时更是拖得一丝不挂 还因为首幅毛巾被裁判多次警告 最终勉强通过 这时的奇马耶夫就已经与发布会时 频频无理插话盛气凌人的恶狼判若两人 不得不说在事前的交锋里 李锦亮无论是李子面子都完胜奇马耶夫 今晚李锦亮就要与奇马耶夫展开真正的对决 希望所有格斗迷们都能给李锦亮带去祝福与鼓励 也相信李锦亮一定能够全力以赴 为我们带来一场经典大战 他的消息很好看